相信大家都聽過無壽不成故事這句說話 我們的調查發現這句話極有可能是來自於老爸的教育方法 爸爸,對不起,我不是有心欺騙你的 不用再說 我沒有你這個兒子 沒有啊,爸爸,沒有啊 我今晚想跟你坦白的了,已經… 閉嘴 你…沒有什麼? 我告訴你,你不要讓我再見你這個天靈外 可不是…我怕我忍著人一掌握打碎他 走開 那又不是每個老爸都會哭打哭殺的 斯文一點的就會這樣 爸爸,其實我跟你很相似的 我們都是追尋整個夢想的人 為什麼你要雙重標準,你得我不行? 我只得一個標準 做律師才是最理想的高尚職業 攝影不是 這些標準是誰定的? 我… 你真快,我沒有興趣再生 TT,我們走 慢著 麻煩你給我一張SC卡 這麼幼稚的東西都拿去參賽 你不醜,我都醜啊 唉…其實做人父母是甚艱難 兩父子裡哪有隔夜仇的 他們這樣做,都是想個兒子好 我最重要是你開心就可以了 我從小到大都沒聽過你對著老婆 這些東西 你知不知道 我以為你只是喜歡我 你怎麼不喜歡我 你是我兒子來的 我怎會不疼你呢 你是傻子來的 唉… 我以為你不求你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